佛教相信轮回是确实的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佛教相信除了已经解脱生死 好像小成的阿罗汉 或者是已经自主生死 好像大成的圣伟菩萨 这些圣者之外 一切的众生都不能不受轮回的限制 所谓的轮回其实是上下浮沉的生死流转 而不是真的好像轮子一般的回幻 轮回的范围共有六个大类 佛教称为六度 就是由上而下的天度、人度、修罗 即是神度、放生度、鬼度、地狱度 这些是由于五界十善和十恶五亿 而有的类别来的 十善的反面是十恶 而至于撒父、撒母、撒阿罗汉 破坏增团的和合 出佛陀的新血 就称为五亿了 五界十善分为上、中、下三品 感生、天、人、修罗三度 十恶五亿分为下、中、上三品 感生、旁生、鬼、地狱三度 作善业生于上三度 作恶业生于下三度 在每一个类别之中 你的福报响尽 或者你的罪报受缘 就是一期生死的终结 但是又是另一期生死的开始 所以就在这个六度之中 生来、死去、死去生来 就称为轮回生死了 不过佛教是特别相信 众生的生死范围虽然有六度 众生的善恶业恩的造作 是以人道为主的 所以唯有人道是造业 兼且是仇报的相重度 其余角度 都是仇报的单重度 天道神道只有享受福报 没有时间去另做生业的 而下三度 只是感受苦报 是没有分别善恶的能力的 只有人道 能够受苦受乐 也能够分别哪样善哪样恶 佛教主将业力的造作分集 是在于深色的感受 如果不能够分辨 或者是没有时间去分辨的话 他就算做业 也不能成为业力的主因 所以佛教特别注重 人生善恶的行为责任 正因为造作业力的主因 是在人间 所以上升下堡之后的众生 都有下堡上升的机会 不是一次上升就永远上升 也不是一至下堡就永远下堡的了 人间众生的造作业因 是有善有恶 有轻有重 人在一生之中 还有种种的业 或者是善或者是恶 或者多或者少 或者轻或者重 所以售报的机会 也有先后的差别 所以 人在一期生命的结束之后 就向着轮回的目标 有三种可能的引力 第一 是随重 一生之中 看下善业给恶业的分量重 就是先生善道 善道的天业比人业重 那就是生天道 如果恶业比善业重 就先生于恶道 恶道的地狱业比旁生的业重 那就是生于地狱道 受完重业的果报 依次再受轻业的果报 第二种 是随杂 人在一生之中 没有做过大善 也没有做过大恶 但是在生平 有一种特别的强烈的杂气 这个命中之后 就会随着这些杂气的偏向 而去投生那个地方 所以修善学佛 主要是靠我们日常的努力 第三是随念 这是临命中时的心念决定 临终的时候 如果我们心念恶劣 好像恐怖 忧虑 贪恋 烦恼 这些 那就很难下去恶道 所以佛教主将 人在临死或生死的时候 家属不能哭 应该代他报师收服 并且令他知道 同时宣说他一生所作的善业功德 令他心得到安慰 令他看破放下 并且大家朗诵佛号 令他一心向往佛的功德和佛的淨土 如果没有重大的恶业 这种临死的心念倾向 是可以令亡者不自下堕 乃至可以因为亡者的心力感染了 诸佛菩萨的怨力 往生佛国的淨土 这就是佛教主张临终 助念佛号的主要原因 文革的信仰以为人死了之后就是鬼 其实佛教的轮回观念之中是不成立的 因为鬼道只是六道淋梅的一道 所以人死之后也只有六分之一的可能是生于鬼道的